好 鬼影來去無影中 燈火明明的起風 又到了每個禮拜一 來自明王西的鬼燈獎 第一個就是很會講故事的 屢如鐘 謝謝 我的鄰居的大兒子叫做David 他就是二十四 二十五歲 就去自助旅行去中南美洲 然後他訂到的房間 就跟網路上面看到的照片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昏黃的燈光 很有味道 然後碎花的壁紙等等 只有兩個事情不太一樣 但可能是網路當中的照片 拍不出來 那第一個就是 他進到房間以後 發現非常多的 小玩偶跟小瓷偶 小桃偶 但是這一些 瓷偶跟桃偶的五官 都被磨平了 就沒有臉 都被磨平或是摔破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的房間本來以為 是有洗手間 有廁所 有淋浴間的 可是進到他的房間 他發現 大家都得要共用二樓的 各國的房客 都得要共用二樓的洗手間 他的洗手間的浴缸 已經有你像裝置藝術 鋪滿了毯子 棉被 在旁邊擺了很多的竹台 感覺很有味道 就是你也可以把這邊當床 但其實是個裝置藝術的感覺 他就覺得 OK 這是個漂亮的一個景觀 沒有派出來 可能是最近的改裝也不一定 然後他就上床要睡覺 就發現拉開了 他的白色的被單 發現有一根頭髮 那頭髮就拉起來 就一拉... 這麼長的髮絲 他心裡想 應該是房東太太的 怎麼沒有打掃乾淨 就把它剪掉 後來第二 第三天都沒有事情 到了第四天 他回來很晚了 回到這個房間睡覺 因為已經很累了 他決定要到二樓去洗澡 因為大家都在共用二樓的浴室 二樓這個時候有人在洗澡 因為他聽到淋水聲 那個哗啦哗啦的水聲 非常非常大聲 以前他怎麼沒有聽清楚 今天這麼大聲 他就可以不用上去看有沒有人 那就等一下好了 除了淋浴的聲音 從二樓傳過來 還發現有女人的聲音 唱歌 他就已經想 這個人好興趣 怎麼一邊唱歌一邊淋浴 可是怎麼越聽 這個聲音有點太接近 上面聲音也太大了吧 是從他後面冒出來的 有他洗澡的聲音 他就我們就往回看 他的浴室裡面 還記得嗎 我剛才說他的浴室已經是 那個水龍頭 是已經沒有水的 他的浴缸鋪滿了布 毯子 變成一個裝置藝術 變成一個小小的 你也可以說 它是一張床的感覺 他就開了門 那個淋浴的那個浴缸 已經被外面的遮沙什麼的 圍起來了 所以你看不到裡面 裡面甚至沒有影子 但才兩公尺的距離 啦啦啦啦 跟整個淋浴的聲音 裡面就是有一個女人在洗澡 他就抓著這個蓮幕 但萬一真的開了 有一個裸體的女生在裡面 那是小偷呢 還是其他房格 所以大家這樣想的時候 他就嚇了一跳 趕快就甚至是把他拉開來 一拉開來 沒有水 沒有任何人在裡面 他就是一個空的 原本擺得好好的燭台 擺得好好的毯子 什麼都是原來一模一樣乾的 那個浴缸 他這兩天都沒有水在浴缸裡面 剪出來了一撮女人的頭髮 長長的女人的頭髮 他這個時候才開始害怕 因為這兩三天 一直有一些異象的事情發生 他都認為我是神經大條 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 應該不是想到那個方向 包括了房間的燈開開關關 他就認為接觸不良 這個地方落後 便是一下有一下沒有 他認為可能是收訓不良 也包括他不只剪了一次頭髮 他的房間不需要打掃 也就是房東的太太 把鑰匙交給他 這幾天你住 都不會有人來打掃 都是原來的樣子 他每一天打開都是長長的頭髮 越拿越多 這次剛在浴缸裡面 又一坨整個的長髮 他就覺得一定有問題 二十五歲的大男孩 這個時候也終究是個小孩 打電話回院要回去 院長電話要回去 現在晚上十點 台灣時差十三個小時 看我還記得那麼清楚 他在話跟他媽 媽... 我發生什麼... 什麼事情 他講了一大堆 那媽媽的寶貝 再怎麼保護你 也都是地球另外一邊 他怎麼保護你 就只會安慰你 媽媽就說沒事... 你就唸大悲咒 而且世界上哪個地方沒有鬼 聽起來更可怕 這句話有安慰到我嗎 哪個地方沒有鬼 你就和平消除 都沒事的... 睡一下 媽媽幫你找新的房間 沒問題... 那也只有這樣子 非常害怕地回到房間 那白色的床照 容易看到法師 我也不要睡床上 那可以睡哪裡呢 他的房間有一張沙發 那個沙發大到可以躺一個人 紅黑色的沙發 他就心想 我這晚上在這邊窩一碗吧 就這樣大啦啦地睡著 就腳還跨在椅背上 手也跨在椅背上 大啦啦地睡著 那年輕人就這樣的好處就是 很快就睡著了 因為也夠累 也有時差 可是睡到晚上 十二點到一點的時候 他覺得膀胱很脹 因為他沒有去上廁所 他沒有洗澡 很脹 他想起來可是睡意正濃 這時候他發現臉很癢 蟑螂嗎 還是蟲 很癢去抓 那感覺很像是 有人的頭髮在妳的臉上這樣嚕 所以他就覺得很癢 好癢... 可是他手不能動彈 他整個人就是僵化 在這樣子的位置的沙發當中 可能是睡得太久的 時差關係 可是太癢了 那個動的感覺太大了 所以他就把眼睛 就用力的睜開了 一看清楚了 他的大字形 自己看清楚了 他的天花板上 盯著一個女人 盯在上面 也跟他一模一樣是個大字形 完全一模一樣的動作 但也不確定那是不是一個女鬼 原因是因為他的臉全部包起來 那當然是個鬼 臉全部包起來 都是白色的紗布 身上大量的 像塞 或者是很像 點酒或是血字的 大量的東西 盯在上面 跟他一模一樣的動作 所以他就開始要 叫 沒有聲音 他叫得很大聲 但沒有聲音 他就是被鬼壓床 跟他一模一樣大字形的女鬼 就往下降落 就跟他一模一樣 感覺他們兩個要結合在一起了 他開始流眼淚 這個大胃開始哭了 就流眼淚 但是還是哭不出聲音來 就開始一直哭... 這個降下來的 好像下大海不夠 他的頭就開始轉圈 把人當作鑲籤筆的話 他的頭就是削鑲筆跡 再轉圈圈 轉360度 在那邊轉圈圈 轉了180度 再轉360度 頭怎麼可能會轉到360度 他在轉的時候 頭髮跟白紗布 就在扯在一起 某一部分的白紗布跟頭髮 又散落在他的頭髮上面 所以散到整個的 大胃的臉上 又是白紗布 又是頭髮 兩個就感覺要再親在一起了 因為他的白紗布掉了一些 所以露出了他部分的臉龐 那個臉都是被割花的 那隻女鬼的臉都是被割花 眼睛沒有張開來 慢慢要靠近 感覺他鼻子這個地方 還是紗布 要親到大胃的時候 忽然眼睛張開了 沒有眼珠 都是肉 血色的肉 感覺上是看到大胃 可能是胸部的方向 真了 卻沒有眼珠 看到大胃的胸部的方向 露了一個 大胃覺得 那個表情是狐一的表情 怎麼會有表情 用白紗布 怎麼可能會有表情 可是大胃就覺得 他的表情是狐一了一下 耍 就不見了 哭啊 開始動了 哭了就跳到門外去 開始跟媽媽哭啊 大哭了 媽媽就說 好 沒事... 你就在房門外面待 待了一整個晚上 不能進到房間裡面去 因為嚇壞了 嚇死了 所以媽媽說 我已經幫你找到房間了 你趕快離開 有趣的事情是 這個事情沒有跟著她 她就停了 但她媽媽在台灣 搜尋這個房間 在找其他房間的時候 其實看到很多訊息 不能跟大胃講 其中還有一篇 日本的女性的旅客 寫了一整篇的日文 拿去搜尋翻譯 翻出來就是不成文法的 類似的意思是 其實裡面住了一個女的 這個女的跟女房東 有沒有關聯 不得而知 這個女的有一天發狂 發瘋 往自己臉上割 所以她最後是在浴室裡面 割了自己 在紅色的沙發當中 流血過多死亡 紅色的沙發 所以到底會不會是 如果大二位 他繼續睡在那張白色的床 也許沒事 就是因為他睡在 紅色的沙發 那一支才獻身給他看 好啦 現在所以說 他狐逸的表情 我們知道了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你怎麼會睡在我這個沙發 對啊 你睡錯了 第二個是 神經沒有嚇你 你哭 所以他把三個 不好玩 嚇哭... 應該是這樣 好不好 來 請坐 謝謝 或者看了他妙的眼 對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對不對 從此 我今天要分享的 這個A小姐的故事 這個A小姐 她是在單親家庭長大的 因為她跟她媽媽兩個 從小就相依穩命 好像她滿小的時候 她爸爸就過世了 那好不容易 A小姐長大了 也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她覺得現在開始可以 好好的過日子 讓媽媽休息一下的時候 當她這樣想的時候 媽媽突然不舒服了 不舒服就帶媽媽去看 就去做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發現說 媽媽得了癌症 那當然這晴天霹靂 本來大家辛辛苦過日子 日子還算快樂 那現在媽媽生病 當然心情就非常的不好 那醫生也很好心 就跟她說 這個化療的過程會怎樣 那中間可能會掉頭髮 你呢 在這段時間 可能先幫媽媽 準備好一個假髮 她喜歡的假髮 如果她掉頭髮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用 這樣她就心理上 不會有這麼大的挫折感 當天A小姐帶她媽 去假髮店逛了 去買假髮 後來發現說 如果說你是生病的 要買的那個假髮 可能就要買那種 底層頭皮 織髮不一樣 比較透氣的 因為要常戴的 那那種假髮就會比較貴 媽媽一聽這假髮這麼貴 就說沒關係 那我們再看看 她就沒有要買假髮 那那天就離開了 然後就... 因為A小姐 剛到一個新公司上班 所以她的工作也很多 也很忙 有一天 她在半夜的時候 A小姐就起床 起床以後就上廁所 突然就看著地板上 都瓷磚 她發現好多的頭髮 就掉頭髮這樣 她就想說 對 媽媽已經開始做化療了 是不是已經開始掉頭髮了 往媽媽的房間去看去 媽媽房門也沒有關 房間裡黑黑的 她就看過去 看到媽媽一個人 很孤單的坐在床邊 然後看著床外這樣子 她就趕快上完廁所 她就想要去安慰媽媽下去 說媽妳這麼晚了還沒有睡 那妳是不是 妳在想什麼 妳是不是心情 不是很好這樣子 媽媽就這樣回頭看她一眼 然後她就說 沒有 我只是在試我的假髮 然後媽媽就把假髮拿下來 就掛到那個 一個人形的頭上 然後就說 那我睡了 就把被子拉起來睡 那這個A小姐就覺得很奇怪 她覺得這個媽媽有一點不像 平常的感覺 就平常媽媽都是很 因為可能怕女兒擔心 都裝沒事 還是開心的樣子 而且一直都對女兒 非常疼愛的 呵護有加 怎麼今天這個媽媽 好像很冷漠 好像也不想跟她講話 那那天她就回到房間之後 她也覺得 那這樣子 她真的是好像有一點 太疏忽她媽媽的感覺了 那應該 明天開始要好好的在 多多的關心媽媽 那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她才...她覺得 她才剛睡著 她就看到她的床尾 有一個女人 坐在她的床尾 那個樣子看起來 像她媽媽的背影 她想剛剛媽媽不是才睡嗎 怎麼現在就坐在她床尾了呢 她就要起來 跟媽媽講話這樣 可是她怎樣都起不來 她最後用力起來的時候 前面根本就沒有人 那她想剛才看到的那個 是她的夢嗎 是影子嗎 是...為什麼沒有人 反正她就開始覺得 好像事情有點怪怪的 她也是常常會做惡夢 夢到她的床 不管是床尾 那個女生不是坐床尾 就是坐在她的床旁邊 可是每一次她要起來 叫她的時候 一起來 如果她可以動 起來的時候 那個就不見了 那她的媽媽呢 開始態度就不只是冷淡而已 常常對她就會 言相相 以前她媽從來不會 對她態度不好的 現在不是沒事就瞪她 不然就她跟她媽媽講話的時候 她媽媽就好像會 突然間的生氣這樣 暴露 就脾氣就暴穿 好 她就帶她媽媽到那個 去樹林的那個宮廟 她跟她媽媽兩個人 一起來問事就坐那邊 師父一過來就跟她講說 媽媽很嚴重喔 那這個A小姐就很本能的反應 對...我媽很嚴重 媽媽現在得了癌症什麼 師父說不是這個原因 妳媽媽很嚴重 是她被其他的靈感 影響很嚴重 如果不處理的話 可能媽媽會病情加重 就很快就可能要 回去了這樣 那A小姐當然很害怕 她真的嗎 她怎麼會這樣 然後禪師就說 妳也有問題 妳是不是妳有沒有常常看到 有人坐在妳床尾 有 妳知道 她本來還認為 她自己只是做夢 或者是說 她那天看到媽媽 很落寞地坐在窗前 以至於她心裡有陰影 所以她常常夢到 但是禪師的這個 師父這樣講的時候 她真的就嚇到了 她說 對... 我常常夢到這個 那難道這跟我媽媽 有什麼關係嗎 然後這個師父才說 媽媽戴假髮 其實那個假髮非常自然 戴上去根本就看不出來的 她說媽媽戴假髮 假髮哪裡來的 這個A小姐突然想說 對啊 媽媽假髮哪裡來的 她們沒有買 我戴啊 我戴啊 我沒有戴去買 我們去買的時候沒有買到 然後媽媽嫌貴 所以沒有買 所以這假髮從哪裡來的 媽媽說沒有啊 就是她去醫院回診的時候 那那個護士很多 還有愛心媽媽 這個愛心的社工 就說妳不要擔心 我們現在也有 愛心服務的地方 那妳需要假髮 也會有提供 有那個義務的 可以這個幫忙 妳可以去申請 她都會提供這樣 這個媽媽就跟這個 愛心社工 就去醫院的服務站 她就填了一張申請單 就說那可不可以 用這個 人家愛心捐贈的假髮 好 過幾天 這個愛心社工 就拿了一頂假髮 就說下來了 就有一個整理得 很好的一個假髮給她 她就回家戴 但也滿好的 那師父就說 那這樣妳們要去問清楚 這假髮哪裡來的 跟這個假髮非常有關係 看樣子是這個假髮的主人 要要回這頂假髮 那A小姐想說 怎麼會這樣 那趕快就帶著媽媽 回到這個醫院的 這個愛心服務站去 那一去那個服務站 就跟她講說 我們要查一下這頂假髮 我媽媽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領的 這頂假髮什麼什麼時候 然後一翻開就說 這頂假髮的主人 也說要聯絡妳們 那這個A小姐就 把這個電話就拿了 趕快打電話 跟這個媽媽聯絡 就約這個媽媽見面 才知道說 原來這頂假髮是 這頂假髮是怎麼來的 超驚悚來源 稍後告訴你 不妨礙就跟她講說 我們要查一下這頂假髮 我媽媽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領的 這頂假髮什麼... 一翻開就說 這頂假髮的主人 也說要聯絡你們 那這個A小姐就 把這個電話就拿了 趕快打電話 跟這個媽媽聯絡 就約這個媽媽見面 才知道說 原來這頂假髮 是這個捐贈的 這個善心人的 女兒的假髮 這個女兒也是癌症 走的 因為癌症掉頭髮 所以要用假髮 所以才買了這頂 很貴的假髮 可是女兒最後還是走了 那女兒走了以後 媽媽就想 那這個假髮 這麼貴又這麼新 那不然就捐給 要用的人用好了 那這個媽媽說 她捐了之後 她這一陣子 前面都還沒有什麼感覺 她這一陣子 她常常夢到 她的女兒 非常生氣地 在家裡翻箱倒櫃 不知道在找什麼 她也不知道 她女兒在找什麼 只是她一直看著 她女兒就是 在房間裡面 好像在找東西這樣 然後很生氣這樣 有一天這個媽媽 也去媽媽常去的宮廟拜拜 這個拜拜的 這個師父就跟她說 感覺上妳女兒 好像是在找她 生前要的東西 那你想想是什麼 感覺上是 這個師父的感應 他說我感應到她 好像在找她的假髮 她有假髮嗎 這樣子 媽媽才 因為媽媽並沒有講 女兒什麼樣的狀況 只是想要聽聽 這個師父怎麼講 那怎麼辦 她已經捐出去了 所以趕快再回頭去找 這假髮捐去哪裡 她希望可以找到 這頂假髮 再拿回來再處理 講怎麼辦 那就好 這個媽媽就跟著這個 A小姐 他們就一起到了 南天禪師的那個宮廟去 然後那個老師就說 那把這個假髮拿來 那怎樣... 這個媽媽 反正兩方都在 就一起跟這個女兒說 把假髮還給她 這個他們也不是有意說 要佔用她的假髮 只是這樣... 怎樣... 反正就說通了 把這個假髮就畫給那女生 讓那個女生就 漂漂亮亮的 甘心的走了 這件事情才平息下來 這個媽媽很快 其實在這段時間 這個媽媽的癌症 好像變得也比較順利 就是整個化療的過程 也沒有像這麼的痛苦 這麼的不舒服 所以A小姐也認為說 應該是這個女生 也有暗中幫忙一下 讓這個媽媽 能夠順利 要順利一點這樣子 這個事情就... 天啊 皆大歡喜的解決 那請問一下 不是真的嗎 不是 你幹嘛之外 不是假髮 是假髮 好難喔 你怎麼講到假髮 把它證明 把它證明 冷靜 冷靜 來 陳英文 好 前陣子我 因為我就是太喜歡去旅行 那我們就下午茶 在聊天的時候 這個女生叫秀秀 她就跟我分享 她之前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她說她們那時候 去一個海島國家 然後當時她其實是 兩個家庭一起去 就是兩大兩小 兩大兩小 她們就各自都有帶小朋友去 那她們是跟團 然後去這國家旅行的 第一站 她們就是到一個 就是以前 日軍留下來的碉堡 那因為媽媽們 對這種碉堡 其實沒有太大的興趣 就是看一看之後 她就... 好... 碉堡 好 然後兩個媽媽 就在外面喝咖啡 吃點心 然後看看海邊這樣子 突然間導遊就很大 她們也聽到耳機面 導遊就很大聲說 那個小朋友 你們不要上去啊 結果後來那個 那個瞬間 她們兩個人就這樣吃一吃 轉過去 就看到她們的四個人的小孩 就是她們四個小孩 就是都倒在地上 然後好像本來是 在一個石頭板子上面玩 然後就全部都倒在地上 然後有的是坐著 有的是趴著 有的是整個臉都已經沾到沙 那樣 然後她就問說 在幹嘛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她說 沒有啊 是她推我 然後她就說 我沒有推妳 是妳推我吧 然後小朋友就是常常會這樣 誰推誰 然後就吵來吵去 導演是說 你們不要這樣亂跑 很沒有禮貌 這樣子很不尊重這個地方這樣 後來他們第二站 他們就去打高爾夫球 那他說那個高爾夫球場 非常漂亮 我砰 然後出去之後 掉在一個很遠的地方 他就說 那一球掉好遠喔 那他就去 那個人就去 另外一個人就撿 那個很帥的老公就跑去撿 那他去撿的時候 他就看他撿了之後 走...走回來之後 怎麼他有一點 好像馬虎的往後走 不是整個人轉過去的往後走 是有點馬虎的往後走 但是又好像 他是被風吹的嗎 那秀秀就很大聲說 你老公 他說他在幹嘛 他在幹嘛一直往後走 然後他說 你在幹嘛 然後他就 趕快跑過去 然後他老公就 沒有啊 你幹嘛那麼大聲 你嚇到我了 可是他們兩個人都覺得 我剛剛就是看到你老公 一直往後退... 都好像快要掉到懸崖 那個方向去 可是兩個老婆走近看 就覺得確實離懸崖 還有一段距離 雖然那可能沒事 就是一個角度問題 他們又回去自己吃東西 又沒有事情 第三天的晚上 半夜的時候就突然間 就是他聽到他小朋友 在叫的聲音 他就趕快起來 然後但是因為 他一時之間太急了 他找不到開關 但是門打開的時候 從他這裡透過去的光 他看到他的小孩 是呈現大字形的 就是好像被綁在床上 然後可是他看不到 有東西綁著他 但是他小孩就是手打開 然後就一直叫 然後就一直翻 一直叫 當他在找燈的時候 他就看到他的餘光 他有看到一雙鞋子 軍靴 然後他在往上看的時候 他就看 怎麼會有一個軍人的 日本軍人的樣子的人 站在那裡 然後手上拿著鞭條 然後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瞬間摸到單 他就把燈打開之後 他說他就轉頭 他就又再看 沒事 他小孩就只是躺著 然後小孩也覺得很奇怪 他說 媽媽 剛剛有人打我 然後哥哥也說 對 有人打我 那他就說 有嗎 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被打 他說沒有 就是繩子在打我們 可是問了媽媽 又會覺得有點恐怖 所以媽媽最後就 算了... 我們都不要再聊了 那爸爸你去睡覺 我陪他們 那小朋友也因為太累 小朋友就慢慢... 就睡著 那媽媽就默默地走回去 鑽進去被窩裡面的時候 就這樣迷迷糊糊 他在想一想事情 就睡著了 那睡著的時候 他就... 夢到 他就夢到 他站在一個懸崖附近 可是旁邊有人就是 因為他前面就看 他說前面都是海 然後他就看到 有人穿日本和服 男的女的都有 然後就一直往懸崖邊跳 可是他覺得很奇怪 他自己的孫子 也一直在往前走 一直在往前走... 他自己好像也要跳下去 他說我們又要跳... 我們又要跳就... 他就... 他也跳下去 他就醒了 他醒了 他就發現 他坐在床旁邊的地上 然後全身都濕濕的 就在他有點就是摸濕色 他就看到旁邊有腳步 就腳有赤腳的 然後有腳爛掉的 就種種的 然後就往他這裡走過來 他就抬頭看 就看到就是那些 就是包著和服的女生 然後有的臉已經爛了一邊 然後有的是眼珠子不見 有的是看不到 有的是頭髮濕到垂一邊 他就覺得... 又昏過去了 那隔天早上他醒來的時候 他醒來的時候他就覺得 還是風和日麗 他躺在他自己的床上 他就覺得說 這應該是做夢 昨天可能太緊張了 他下來的時候要穿拖鞋 他還找他的鞋子 找不到 他就往下 要把... 因為拖鞋可能不小心 我們跑進去 他就往下 要拿拖鞋的話 發現他拖鞋都是濕的 他說整個地板上 全部都濕濕的 然後他覺得說 濕濕的 為什麼會濕濕的 然後他就在摸他自己 他發現我是乾的 那發生什麼事 難道昨天都不是夢嗎 乾 他覺得太奇怪 那也不確定自己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可是他們 他跟他女生朋友 兩個人在討論的時候 都覺得就是怪 然後兩個人就開始 手機 電腦開始查 就查他們去的那個國家 然後才發現 他們去的第一個 日本碉堡的那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 日本有一個將軍 在那裡駐守的 最後一個陣地 那他那時候發現 美軍攻上來的時候 他覺得完了 沒希望了 於是他就自己舉槍自盡 他就... 就是在那個石板上 所以他可以查得到 那個石板 然後還寫上這個故事 他的朋友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可能是我們第一天 小孩在上面 踏... 跳... 導遊當時不是就講了一句 你們這樣很不尊重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說 他就跟我講說 所以你如果 你有去一些海島國家 因為很容易有像這樣的碉堡 你記得叫你的小孩 不要到處亂跑 一定要尊重那裡的碉堡 而且 好 就是要慎選 就是你要去那種地方 那種地方最好就是大人 然後男生去就好 小朋友就不要去那種 所謂的戰爭遺跡去玩 因為多多少少那個 金門可以嗎 金門啊 金門我介紹你去幾個地方 你回來就知道 就是有發生過戰爭的地方都會 就是自己要盛舉 大人好一點 大人就是 那小朋友或者女性 或者讓你身體不好 盡量不要去 好 來 覺得這個故事比較恐怖 請亮燈 一 二 三 來 請回座 謝謝 靈異大溫好 韓娜歡迎 大家好 我是韓娜 今天要來分享 朋友拍到的照片 我朋友經由介紹去祭改 祭改之前一切 本來都滿順利的 祭改時師姐說 祭改之後 我的朋友的婚姻 事業 人員都出現了問題 還在辦離婚的時候 在路上發生了車禍 我朋友就是 銀色那一台 在路上發生了車禍 後面那一台 對 銀色那一台車 OK 還好當時沒有什麼事 只有小擦傷 當時車上只有她一個人 但是她看到照片發現 車子的玻璃上 居然有兩個人的臉 小娜老師 我朋友想知道 自己是否真的被冤親在主盯上 拍到的照片 跟冤親在主有關係嗎 我先解釋一個觀念 收金就是 譬如說我們嚇到魂飛走 把它收回來放進去安好 叫收金 祭改是我跟你有糾紛 我欠你錢我就還你錢 或者是我不小心踩到你 我用錢我們來和解 那對於有冤親在主 這種類似的 通常要比較偏把揮 因為這個在車子裡面的 一個女生的形象 其實滿強烈的 然後敵意也滿強烈的 就敵意 我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先找主要的病因 是從哪裡引發 先去解決那一個嘛 對 那有可能說 當初在處理這個 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們只是先用和解的方式 先談 那沒有要往 根本的那邊 根本那邊去解決 所以會 所以治標沒治本 比較有嚴重一點點的效應 我建議她 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不要拖 因為我在車子裡面 看到她的後座跟副駕 其實是滿的 我老天爺 所以可能 不太適合延誤時間 再去正視這件意識 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事情一定要解決 因為如果說車子滿的 事情就鬧大 會有超載的問題 超載的問題 好 他那個只能說滿載 還沒到超載 超載就在車頂上 來 歡迎你諒緊 諒緊... 我今天來要出賣 我一個朋友 那但是為了保護他 我把他就是先 我叫他小七好了 其實從小到大 他一直有一個夢想 他想要自己開一間咖啡店 自己當老闆 然後那個中間 就是帶他去看了幾個物件之後 他發現剛好有一個 地區的房子 然後就是在巷弄間 它是一樓的平房 但一般房它是長方形 就是一進去 就是那種長方形的房子 然後它外面是七層黑色的 然後還有白色的 它的邊邊都是用白色的 油漆 就是感覺很像一個 設計感的那種物件 這個屋主他只售不租 他就很順利的 跟屋主喬了一下 買了那間房子 那就很開心 但是因為他原本只是想 用長期租 沒有想買 所以他其實他身上的積蓄 也差不多快花完了 在兩個月的 景羅密谷的裝潢了以後 那隔天要開店了 然後他就很開心 他就找了幾個朋友來想說 就是在開店前 就是也不算是營運 就是請朋友來吃吃喝喝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選在晚上的時間 其實他一直很自豪的是 他用了兩片很大的落地窗 因為他喜歡那種 就是落地窗是那種 白天都看得進來 晚上可以當成鏡子 就是大家在裡面喝個小酒 然後可以看到鏡子裡面 就是那種五光十色的感覺 他覺得感覺氣氛還不錯 那天晚上大家就來吃吃喝喝嘛 有一個朋友去上完廁所的時候 突然他在裡面尖叫 然後尖叫他就衝出來 然後就跟他講說 那個 小七 那個 然後我那朋友就覺得說 什麼叫馬桶有東西 我知道啦 你是不是說馬桶 他說抱歉... 因為那個馬桶有時候會有問題 就是他有時候會有冒一些水 一些泥沙出來 那沒關係 等一下自己才消下去 要不然我拿通樂來通一下 可是他在廁所裡面的時候 他就聽到外面有人在 一個男的在叫 他又衝出去 換成他那個朋友 就是坐在地上 那落地窗是在這裡嘛 大門在這 落地窗在這 那個朋友是 是看...是坐在這樣的地板 然後看著落地窗在叫 然後其他的人都在旁邊 就是這樣看著那個落地窗 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說 這棟房子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馬上回來 然後他就說 他剛剛就是看著那個玻璃外面 就覺得很舒服 然後外面飄著小雨 他對玻璃一盪 嚇了一口氣 結果看到有人 就是這樣在看著他 但是他覺得那個人在對他微笑 可是那個人是沒有眼睛 而且他笑起來 他嘴巴是張開的 他是沒有牙齒的 他當下沒有講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朋友喝醉了 然後一個跟他講過廁所的東西 一個跟他講的有什麼 然後他就說 你們都喝酒水了 你們回去回去 我馬上要開店做生理 他那個在廁所裡面 尖叫的那個女生 塞了一張紙條給他 然後塞了一張 他就等他們出去以後 他把紙條打開一看 他說 剛剛在廁所 馬桶裡面有手 還有玻璃上的影子 我也看到了 小七他跟我說 他看到當下 他覺得有點毛 但是他不敢去承認 因為他畢生的心血 都在那一棟房子裡了 因為他把所有積蓄 都投在那個房子裡 所以他在房子後面 隔了一個小房間 他打算把他原本租的地方 給他退掉 就是全部搬來這裡 就是以這裡為家 去雇那一家店 所以他當天晚上 其實就睡在那裡 然後去睡覺的時候 他已經躺著一溜 一點半睡的時候 他聽到咕嚕... 就廁所有那個沖水的聲音 因為明天就要開門做生意了 所以他就鼓起勇氣 他就往廁所那邊走 他看著那個馬桶 沖下去了 然後有那個骷髏的手 就是帶著皮 很像老人家的那個手 黑黑的 只剩下皮 對 肝扁就是很... 對 肝扁的那種皮 然後這樣爬慢慢這樣子 然後因為馬桶那個不是很小嗎 他就是感覺那種肩膀 是有點那種... 硬要出來 對 硬要出來 然後肩膀骨頭不是比較大 就還這樣... 然後就一個頭這樣出來 就那個頭出來這樣看著他 沒有眼睛 可是他知道那個視線是在盯著他 他嚇死了 他就... 就連滾帶爬 衝出廁所 但是一衝出去廁所 他就不小心跌倒 他真的腳軟 他沒有力氣站起來 他就是真的是 這樣撐著撐著往後爬 他看到地上的水 有水一灘 就是那種 打...一灘 朝著他慢慢的踏過來 然後突然在前面那邊 就突然止住了 大概兩三 他說差不多兩三步 突然止住了 他都沒有看到那個 就沒有看到水在往前了 他突然鬆一口氣之後 他的手 摸到了 旁邊 濕濕的 然後他 旁邊是水 然後他的臉就算是往這裡 你們還記得我說過 他很自豪的那兩面落地窗嗎 YES 對啊 他看到了 他自己 旁邊有兩隻細細的腳 就站在他這裡 所以他這邊是濕濕的 因為那個水在打... 然後是一個白色長裙 黑黑髒髒 頭大膝下的裙子 然後兩隻乾扁的那種 很像乾濕的腳就在旁邊 他這樣往上面看 看他只看到那一顆頭 然後有那種頭髮 濕濕的這樣盯著他 然後一樣就是露出微笑 然後只有牙齒沒有 就是只有嘴巴沒有眼睛 他嚇死了 當場就... 就叫出來了 然後真的是用畢生的力量 連滾帶爬出去 然後 反正Anyway 他衝出他的門以後 他真的是用爬... 爬到巷口的那個 那間水店 然後去敲門幹嘛 然後半夜反正把人家吵醒 就是跟他講這個事情 他在他店裡面 遇到鬼的事情的時候 那水店就跟他說 其實你這間店 之前 他們這個處處是要自己住的 之前 之前我也常常去他們家 修理別租 就跟自己一樣的問題 要換管線 他是這麼覺得 憑他的專業 但是那要花很多錢 所以那個屋主也不願意換 但沒有想到過幾個月之後 他就突然要賣 而且賣得很便宜 他就請師傅來看 到隔天下午師傅來 看到他店門口 一到他店門口一看 他就說 你當初是怎麼想要買吃 你不覺得你的家 好餐廳一頂刮叉 用長方形的 然後邊緣又白框 裡面是黑黑的 他說這不是設計感 這個是刮叉 什麼設計感 然後他就整個好毛 他說你這個外面 就怪怪的 然後走進去看到那個廁所 就是他說師傅有聊了一下 出來跟他說 這邊以前是 就是一塊墳地 然後這邊當初政府 他們要做都更的時候 其實都有把他牽走了 只是說這一戶人家 他們沒有把他給牽走 那不管是什麼原因 你們可能要去找到他 那就是在 你廁所的正下方 還有一座官 而且 這就是為什麼他會有一隻 他其實要告訴你 我在這裡 他們說他們大概 花了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去找到了原本那一 就是那個官位的那個人 但是他們家也是 就出去國外 好不容易反正找到 然後請他們把他牽走 然後牽走 後來花了一大段工程 把他牽走之後 但是小七很喜歡那個房子 他想說牽走之後 然後稍微管線重換 他也去貸款把它重換 那小七現在那一間咖啡店 現在聲音還不錯 對 來 請投票 今天這個故事比較恐怖 請量等一 二 三 來 請換位置 阿龍是小時候的朋友 他小學要升國中的時候 有一次過年 他們家族都會到鄉下 阿公的家裡面去 家族聚會過年 那天 因為也早到 所以就跟阿公 到了那個魚池的旁邊 孫子來了 想要好好招待他 就抓幾隻魚要給他吃 到了那個廚房去做魚 阿龍就還是在魚池旁邊玩 玩... 一直到要吃飯時間 阿公就叫 來... 很多人就來了 因為家就在附近 在魚池這邊很近 就大家一起來吃這個大餐 吃魚有炸的 煮的 煎的 大家就叫 阿姨 趕快來 你看看他們 然後就把地上的東西搓一搓 踢到那個水裡面 然後就跑去那個魚寮 公寮那邊 就大家一起來準備要吃了 那他喝第一口湯的時候 就覺得 不對勁 整個好像不知道喝了什麼東西 喝到肚子裡面一直吐 然後大家覺得 怎麼回事 這魚湯阿公煮得最好吃 他就吃了 然後吐到 覺得怪怪的 就... 就不喝了 不喝魚湯 那就是吃魚吧 那炸魚 他們就切個魚給他吃 他魚這一拿起來一吃 就... 還沒吞到一半 整個胃裡面 那些東西全部都翻出來了 一直吐... 吐到他真的沒有辦法忍受了 整身抽搐 然後倒在地上 他爺爺看了覺得 怎麼回事 這不是平常不是很喜歡吃魚嗎 這個時候怎麼吃魚 吐人這樣子很緊張 他就叫他兒子 就是阿榮爸爸 趕快開車 帶他到那個城裡面 比如說打了醫院去看 然後醫生檢查過之後 腸胃炎 可是那個時候 阿榮臉上的髮白 一直冒冷汗 然後他說 那...給他吊個點滴 點滴完之後 你開個藥 就可以回家了 結果好不容易吊完點滴 這個... 阿榮臉上 稍稍恢復了一些氣色 爸爸就... 就把他帶回家 門一關起來 阿榮躺在那邊 一直抽去... 眼睛一張開來 突然有一個很大的 這個... 像魚頭 魚頭的東西 就... 對著他 他躺在那邊 對著他 然後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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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衝過去 那個阿榮一看到 大叫一聲 外面的爸爸媽媽 還有一些阿嬤 趕快衝起來說 怎麼回事... 看到阿榮一直叫 然後一直說 不要...我不要 趕快把他帶到國媽的天 那國媽的天就是神明廳 神明廳這邊 左邊是在拜祖先 右邊是拜觀世音菩薩 所以他阿嬤就很虔誠 在那邊一直念佛 他爸爸就在那邊一直 禮拜 一直拜 祈求老天爺 不要責罰這個小孩 他不知道做錯什麼事情 希望不要責罰他 就這樣子拜了半個小時 最奇怪 小孩子突然那個 臉都喉嫩起來了 大概沒什麼事了 第二天早上陽光普照一起來 那個阿榮第一個起來 精神異議 好像昨天什麼事 都沒發生事的 然後就跑出去 他看到阿公說 阿公... 我昨天都沒有吃到魚了 我肚子好餓 你要趕快帶我去 好... 反正他昨天 在魚療那邊 有抓一些魚 放在冰箱裡面 他想說 反正他要吃魚 我就帶他去 就抓了這個... 那個阿榮 就到這個池邊去了 阿榮跑到岸旁邊 把那個魚網 有一種魚網就是 有一根管子 前面有一個圓形的網子 他就喜歡拿那個來撈 撈... 不小心撈 大家都知道那個魚塘 是這樣子的形狀 有的時候 不小心會滑下去 他就這樣子 要拉下去撈的時候 不小心滑下去了 滑下去第一個看見是那個黑狗 黑狗看見了 糟糕 惡化不松 一咬而下 跑下去要救這個小主人 他就一直叫... 然後就咬著這個小主人的手臂 一直往上拉... 可是他一直叫的時候 阿公突然發現了 趕快走出來 趕快拿剛剛他拿那個魚網 要去撈他 可是怎麼撈就撈不到 黑狗看見了 糟糕 他發覺那個魚 一直在那邊翻滾 一直在那邊翻滾 想要把這個阿龍給壓下去 好不容易 給那個阿龍抓到那個魚網了 抓到魚網 可是怎麼拉就拉不上來 但是這個阿公一直叫 趕快叫人... 阿嬤這時候跑過來看到以後 一喊一聲 這麼一喊 奇怪 整個魚池的水 翻漿倒海的那個水面 突然是先平靜下來 所有魚這樣悠悠哉哉的游掉 然後就趕快 趕快拉了他 那時候沒有那個無形力量 把阿龍拉下去 趕快把他拉起來 然後他拉起來 可是到了那個阿龍的時候 阿龍還是在那邊很緊張 我不要... 我不敢了 我不要 趕快把他拉... 拉到那個... 那個... 那個廚房的廣場前面 然後這時候他爸跑來說 爸 怎麼樣... 什麼事 你看... 這個孩子怎麼... 那是怎麼回事 可能是被殺到了 抓了 然後趕快 你趕快去廟 叫那個道書來 叫那個師父來 然後師父說 趕快急忙 帶著他的這些髮器 什麼趕快這個地方 然後看到這個狀況之後 他發覺不對勁 一定有什麼事發生 然後就開始布陣做法 阿姨那時候還是很昏迷的 然後一副很抗拒的樣子 然後有時候很兇狠狠的 看著眾人 他說 他就... 這個師父就把他 把衣服一翻開來一看 果然沒錯 他看到這個阿姨的身上 一打開來 上面全部都是一個 黑色的那個 可能是魚刺 與其刺到的血痕 還有一個深深的淤血 他就知道 這個是鰻魚巾 看那個法師跟那個阿榮之間 跪在那邊 然後一直在那邊叫 他要跟他談判 談判完之後 說好 我知道 我會幫你 可是你要離開他 倒是師父就講說 這小孩做錯了什麼事情 今天是有大菩薩來救他 要不然他今天可能會被收走 他會有人問 你到底怎麼回事 你做錯了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阿仁就 一五一十的 禀告了說 他就是在那個岸邊 看不到抓不到大魚 他就抓小魚 小魚苗起來 出氣 不小心抓到一些魚苗 魚苗就把他剁頭 就把內臟拿出來 看不爽就把他用腳 搓...把他踢下去 他也不懂這些東西 可是這樣子觸怒 時事理的守護 鰻魚巾 鰻魚巾就要懲罰他 這樣子 但是他就跟這個 這個鰻魚巾都講好了 說你把他離開他 但是有個條件 就是說這個小孩 要讀經回向他們 然後要吃素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每年回來都要來祭拜他們 這樣他還肯原諒他們 從此以後 他就讀經回向 然後這件事情才這麼落幕 好精采 覺得這故事恐怖的幾天 一二三 鰻哥 沒有 就我了 這樣有沒有 欣欣好運福袋好不好 新的一年好不好 來 先建議 看起來是聖誕節 但是我們是過年 還有這種事情 各位記得 就是說 幹壞事一定會有惡報 就是我們要平常多幫助人 但是不要有目的性的 就是多做善事 心情會好 人會漂亮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Birthday Ruzy nie ну 10